事件持續延燒 日前她才因持有七部未成年少女不雅片 遭到外界抨擊 如今又有受害者出面 一張張對話記錄詳細描述 當年遭遇 儘管是個多年 K小姐再次提起 字字句句都還是透露出恐懼 黃子焦正義持續延燒 K小姐向同樣身為被害人的網紅求助 公開自身經歷 讓性侵受害者人數再加一 K小姐表示 2006年當時自己還是懵懂得高三生 年僅17歲 因為向往演藝圈即是黃子焦 當時的她們才認識一年 黃子焦以拍攝攝影作品為由 邀請K小姐到家中拍攝 K小姐雖然有猶豫 但最後還是一約前往 沒想到拍攝最後就遭到黃子焦性侵 事後她有長達4個月 處在憂鬱狀態 多年也一直有嚴重因應 戀情也無疾而終 直到10個月前看到事件爆發 甚至出現未成年受害者 她才鼓起勇氣站出來 也願意站上法庭作證 受害個案連環報 孟耿如先前因聲原丈夫 遭到大批網友指責 這次事件再被揭露 孟耿如臉書等社群也緊急關閉 往事件痛批黃子焦的行為 也判相關單位積極處置 由於目前因證據不足 黃子焦被判處還起訴兩年 黃子焦認為當事件發生在對價關係上時 應該至少除以三年以上有期突刑且不得還起訴 事件被害人是未成年的情況下 罪子也應該加重二分之一且不得假釋 也判能將信騷案件由告訴乃論調整為公訴偵犯 讓加害者得到應有的懲罰 華視新聞 蘇雲匡錄戰隊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